不是按按鈕,而是插入什麼呢? 插入在這邊有一個使用者定義 那當然因為我已經寫好了,DEMO給各位看 那這個地方有兩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出現第一個按確定 它的名稱叫月卡環數 按確定之後的話,會跟我要三個 1 2 3 那它會自動把結果返還給我 丟到這個儲存格 按個確定 有沒有,月卡環數 1,2,3 那向下填滿呢 結果一樣會出現 但是呢,因為我們選了三個參數 如果我希望呢更簡單一點 就是直接月卡環數範圍 直接刷一下 自動丟一個 陣列過來 丟一個範圍 自動轉成陣列 那我 再針對這三個東西去做切割 切割完之後,一樣返還 結果到儲存格裡面 兩者差別 我想最大的差別就是 一個可能要選很多次 一個呢 只要刷一下就好了 當然理論上 刷一下應該比較簡單吧 OK 如果你工作裡面很多個資料 你一直點 很累嗎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 刷一下 可是怎麼做 其實我記得前面有講過啦 只是說 這東西講過 但是你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懂得把它拿進來這邊用 OK 可能比較重點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那一個OK 那做法 第一個一樣切到Visual Base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在模組裡面 插入什麼呢 我們一個來看好了 這個先刪掉 插入一個那個 叫月考函數 的 方選 所以一樣從插入程序啦 方選這邊一定要改 月考函數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在刮弧後面呢 請你再補上 三個參數 這個參數就是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 會有三個資料 一二三 也就是將來跳出來那個 那個小的視窗裡面 就會有 一二三 未來如果你有四五六也可以加啦 不過他會一直往下 那 會變成說 其實也不 引述裡面 通常也不要太多啦 太多的話感覺 也不是很好去表現 那再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把算完了結果 丟給月考函數 所以其實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乾脆拿什麼 拿前面這一行 來改 不包含FOR回圈 直接拿這個來改應該比較快一點 怎麼改 一 我的 反丟給誰呢 在Sup 裡面是直接丟到儲存格 那 Function 是怎麼樣呢 是把 最後計算完結果 丟還給 這個函數本身 然後呢 資料從哪邊抓呢 Sup 是直接去 我們的那個 Sales 裡面抓 儲存格裡面抓 但是在這裡呢 並不是 月考一 月考一是哪一個 月考一是這個 D欄 2 1 3 3 是F 所以基本上 我把月考一怎麼樣呢 直接貼到Sales 有沒有 它是D欄 Range的部分 不動 因為還是去那邊抓資料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月考2 是1欄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月考2 然後月考3的話呢 是這個 這個 3 把它改一下 OK OK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做完了 你說這個Range的要不要加呢 其實沒有關係 加不加都可以 一樣也會把它取到整數啦 OK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示範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OK了 月考函數出現了 1 2 3 84 因為有Range的 按確定 自動就幫我填上去 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自定期函數 應該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只是說我會覺得 你觀念 記得用理解的 不要用10倍的 理解完之後你大概就知道 我如果要寫一個自定函數 應該要從哪邊開始著手 OK 第一個是 自定函數的部分 那但是我其實希望呢 我的那個 那個引述 或者叫參數 是三個一起選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修改 其實如果你剛剛已經寫完了 這一個有沒有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拿這個來複製 直接貼上 用它來改 那改哪些 1 我這邊加一個月考函數 加一個 兩個字好 叫範圍好了 名稱因為不能一樣 那最好當然你也不要直接把它 把它改掉 因為改掉就沒有了 你就沒辦法做兩個 這個不同方式的比較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月考 123呢 你就把它改成叫月考範圍 這個 就一個 上面有三個 你當月考範圍看到範圍用選範圍的方式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範圍有三個 那我怎麼辦呢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 前面加一個 A 這個A的變數 是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其他名字 我的習慣是 抓範圍 array array的話呢 乾脆用A開頭 當那個變數的名稱 等於 什麼呢 先把月考 範圍他給你的 有沒有 有三個 先 幫我什麼呢 先丟給A 那A接收到之後呢 他會這樣子 就是你月考 範圍裡面 假如說呢 我選了三個 那這三個的話呢 他就這樣選 三個資料 丟給A 丟給他 丟給他 那我怎麼知道第1個成績呢 基本上就是 列 藍 跟Sales還蠻像 Sales是 這個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個資料 所以 第一個資料是A 瓜糊先列 豆點藍 所以 1之1就是他 這個的話呢 A 瓜糊 1之2 這個的話呢 A瓜糊 1之3 有沒有 那就切開來了 所以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算位置 去找到 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 那個是我要的 這個概念其實跟Sales還蠻像 因為Sales指的是 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的儲存格 因為他叫S嘛 意思所有的 那如果你要抓其中哪一個的話 你只要瓜糊 哪一列 哪一欄 他就把那個資料抓過來了 OK 這個概念有點像 只是差別是 這個A 不是一個工作 抓資料不是來自於工作表 而是來自一個範圍 所以沒有那麼多啦 就三個而已 OK 所以呢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那我就把 這個 這個 月考範圍丟給他 那我怎麼抓月考一呢 A 瓜糊 1 之1 OK 然後呢這個就A1之2 那我習慣什麼 貼上來改比較快 那這邊把它改成 3 OK 完成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一定很容易做錯 什麼地方呢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因為我自己也常常 常常錯了 所以我也知道 我都常常錯了 更何況你們 OK 所以 也蠻常容易遇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你忘了改 你會發現 他返還就變成零了 所以 我只要看 老師為什麼這邊是零 你沒有改名稱 一看 果真是沒改名稱 OK 所以這邊如果改的話 那應該就會符合我們要的 所以 我們試一下 插入一個使用者定義 範圍 刷一下 他給 3123 有沒有 刷完之後一個正列 那利用什麼 A去接到 接到之後呢 用A1之1去抓第一個 1之2 1之3 當然以後如果更多啦 反正應該都知道意思啦 如果不只一列喔 還有兩列的話 反正沒關係 繼續切 那如果資料很多的時候 你當然裡面 跑回圈也可以 回圈去 把它產生那些東西 填上去 也可以 快速的幫你把 某個大的範圍 一次 全部處理完畢 是沒有問題的 好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結果應該也是OK的 所以我們剛剛主要講了 兩個自定函數 但實際上 也是變化啦 一個變化出來的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我們的Function 自定函數部分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多一個什麼 A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其實自定函數 做法跟前面好像也講過差不多啦 我覺得最後關鍵還是在 熟練 你 最好 能夠工作裡面 可以的話 在一些比較簡單 你能做 你能夠做得出來的地方 盡量多多練習 把這些 通通都融入到你工作裡面 我覺得 你會慢慢發現 你能做了 你能夠 提高工作效率 的 地方還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慢慢你會發現 你的 效率提高之後 你會多出很多時間 如果在同一個 工作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變得 好像多很多時間可以利用 那當然你這地方 工作也就不用那麼匆忙 也比較不需要特別加班 可以 那這裡的話 我想 主要還是 學習VBA的主要訴求 當然就盡量能夠 真的看到結果 看到那個效果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好嗎 謝謝你 到那兒 那兒 我給你